《蘋果日報》 人力動以不批工程 2015年7月15日要問A02本報信 啟程食水含源量超標事件 總承建商中國建築工程被指要對事件負責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審批啟德發展計區域公冷系統項目撥款時 人民力量陳偉業指有關工程的喉管也事在內地裝堪 可能重演啟程事件 動以政府查清中國建築工程不適啟程事件前 包括啟德計劃在內所有工程 不應再批餘該公司 但在建制派反對下否決 建制派否決財委會昨日審議增撥款6.61億元 作為推展啟德發展計劃區域公冷系統追加費用 令有關工程造價由原先31.4億多元增至37.5億多元 陳偉業發言時稱 整個工冷系統所用的同喉管教啟程 多上千倍 約系統喉管在內地裝堪 可能重演啟程 事件 由稱中國建築工程母公司已被世界銀行列入黑名單 故提出臨時動議 要求政府證實中國建築與啟程 事件無關前 不應與中國建築簽訂任何合約 基電工程處助理署長賴漢中稱 當局有嚴密的監控制度 並透過顧問聘請住地盤人員緊密監察當莊和製造過程 他又解釋 整個供水系統是密封的系統 水源全都經過適當的處置 並且會進行殺菌 動以最終在建制派反對下 以24票反對 8票贊成及1票棄權遭否決 記者呂浩然